各位同學午安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Mati Pay Control 這個背景音樂的功能 它可以讓你的音樂更豐富性 那它不只只有內建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錄製 內建的我們就去更改 我們就先不說 我們先來講一下一些 我們自己來錄製 譬如說這首歌 它會有一直背景音樂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就可以用到這種功能了 首先呢 我們先按Function 然後在第二頁 找到Mati Pay Creator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有四個 四個框框 就代表1234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New Bank 我們把它按下去 然後現在旁邊 右手邊這裡就一個 REC 就是Recording 就是可以開始錄製 那現在第一個已經變成黃色了 它就是在預備錄第一個的 那你可以錄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都可以 然後我們從第一個開始錄 然後在下面一排有一個 Repeat 然後我們現在錄第一軌 第一軌的話 Ped1 Ped1 我們把它按在On的地方 它就會Repeat 它就是一直重複 我們錄的東西 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我現在錄一遍給你看 我們先來錄一個鼓聲 好 鼓聲 我現在要開始錄了 REC按下去 去看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有沒有錄進去 它已經亮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得還不錯 好 我們正聽 好 我們現在要來錄Ped1 Ped1我們錄好了 我們來錄Ped2 好 Ped2 那Ped2我要來一個 人聲好了 好 就錄這個 好 那一樣我們 Recording先把它按下去 好 現在就錄好了 我們按D2 它就一直重複這個樂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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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來錄第三次 第三季 Ped3 Ped3 那Ped3我們再錄一個 小喇叭 我們來錄一個那個 小喇叭 一樣喔 然後 Rip recording按下去 按下去 好 好 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錄好 好 很好 好 我們現在來錄第四軌 Ped4 Ped4 Ped4我來用一個低音好了 Bass的低音 好 好 這個 好了 好 好 我們現在錄第四軌 Ped4 好 一樣 Recording按下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Ped4已經按好了 好 好 OK 這樣就錄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玩喔 首先呢 我們把自動半路按下去 然後按Ped1 好 等一下 沒有對準 等一下 沒有對準 沒有對準 等一下 就好了 好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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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好大概就是這樣玩 謝謝